看起來也是很俐落的 這個是愛馬仕的 它是一個拉鍊式的設計 質量呢是有一點點防水的 有看到嗎 再來就是還有一個小小的可以掛在手腕上的一個袋子 某一年生日的時候朋友送我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戰斷 今天的影片呢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手上所有的卡夾還有小鈴錢包 那我一直以來呢比較常使用的是一個Chanel的中夾 就是這個 你們應該看過它很多很多次了吧 因為這個皮夾我大概用了有 八年大概有八年之久 就是長期的使用它 那像是上班啊或者是平常出門去超市啊購物啊 grocery shopping像那樣的行程的話呢 我會帶一個比較大的購物袋 我就會帶這個中夾 因為它可以放卡的那個卡槽比較多 再加上它前面有一個放鈴錢的設計 所以 如果是購物的行程的話呢 帶它是比較方便的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近幾年就是流行小包嘛 所以我後來比較常使用的呢 也都是小包 那小包就需要換一些比較小的 卡夾也好啊 鈴錢包也好才能夠 就是塞得進包包裡面這樣 那後來我就慢慢的有購入一些 比較適合放在小包裡面的卡夾 跟鈴錢包這樣 那累積起來呢 大概也有一定的數量 所以我就想說可以拍個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這些 無論是卡夾或是鈴錢包呢 並不是大家 只是想像中那種很小很小的尺寸 有一些我會把它放在這個影片呢 是因為你們都看到剛剛這個中夾呢 是屬於比較厚的嘛 那等一下要分享的 小鈴錢包裡面呢 有一些的設計呢 雖然沒有到很小 可是因為它比較薄 所以還是可以塞得下一些 我隨身帶的小包 那我就一樣把它放到這個影片裡面跟大家分享 好 那 因為我手上有 大概有六個 我就從它體積最小的那一個 開始跟大家分享 首先呢 是一個 真的就是卡夾的設計 這個 這是一個真皮的卡夾 這個不是我買的 這個是 去年生日的時候 我的姊妹送我的生日禮物 上面就是有 訂製我的名字的那個 燙金的壓印 然後它就真的就是卡夾 有一、二、兩個在前面 後面有兩個就是放卡的地方 那通常呢 我就是中間啊 它有一個比較大的開口呢 這裡我就會塞紙鈔 那帶這樣的卡夾出門的話 就不太能夠帶零錢 不過幸好 近幾年都很流行 行動支付嘛 或是刷卡什麼的 其實 你並不用真的用到現金 我出門的話 很多時候可能就是Apple Pay啊 或者是刷卡這樣 所以 帶一個這樣的卡夾 我覺得又可以 放了一下包包裡面 然後 其實也蠻方便 看起來也是很俐落的 那 我不知道它是在哪裡訂做的 畢竟是人家送我的禮物 我也不太好 意思問連結 但如果你們有喜歡 類似這樣一個 訂製款的一個卡夾的話 我相信網路上都有很多商家 可以找到做訂製 這樣 接下來呢 是一個 恩 我覺得它是 卡夾 slash 零錢包 是這個 這個你們應該也常常看到我用吧 這個是 愛馬仕的 這個是在 香港的 愛馬仕專用店買的 我那個時候 原本是要找一個 很薄很薄的 零錢包 恩 我不知道它那個零錢包 叫什麼名字 Anyway 它就是 兩層的 這樣子 然後中間有一個 扣子 可以把它扣起來的 一個 小小的那種 Pouch式的 零錢包 但是呢 因為 像這樣子的 扣子啊 就是像這樣子有沒有 這種扣子呢 之前我這個 Chanel的這個 扣子的地方有壞掉 我有送回原廠修理過 所以 我覺得一個零錢包 如果 我要常常開關 開寬它的話 它可能又很容易會壞掉 再加上 如果我今天是 選擇愛馬仕 我覺得是一個 比較高單價的 一個精品的話呢 我會prefer買 比較耐用的 商品吧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就挑了這一款 那這一款 我覺得它很可愛的地方 是它這裡有一個 小小的 袋子 這樣子打開的 有沒有 就是它這邊有一個洞啊 所以你的 使用的時候呢 就是把這個袋子這樣擦進去 把它關好 然後打開之後呢 它是這樣子的 嗯 裡面呢 就是一個 沒有夾層的一個 開口 對 然後 因為我用很久了 你們看 就是它這已經有印子了 我沒有特別 嗯 就是 baby般的疼愛它啦 我就是正常使用這樣 好 anyway 它打開之後有一個pouch 然後裡面呢 有一個小小的夾層 那我通常使用呢 就是會把 這個pouch的部分呢 比較大的開口的部分呢 就是這裡 比較 比較寬的這個開口的部分呢 我會放零錢 然後後面這個比較薄的地方呢 我就會塞卡這樣子 那其實 通常帶這個卡夾出去呢 也不太會帶 太多現金在身上 因為其實它塞的東西也 不算是很多 所以比較多就是 會帶卡 然後會帶一些 紙鈔進去 但是 它這個的好處呢 跟剛剛這個比起來 就是呢 它可以就是 完整的關起來 所以就算你真的出門 會帶到零錢啊 或是你買東西 找錢 有很多小小的紙鈔 它也不怕會掉出去 這樣 下一個呢 是 比較接近零錢包了 就不是 卡夾的設計 是這一個 這是一個 Chanel的零錢包 之前也有分享過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應該是 某一些 What's in my bag的 影片裡面 我可能有分享過 它是一個 拉鍊式的設計 然後打開之後呢 裡面是 三層 這算是它的基本款吧 我那個時候 去店裡面 要買的時候呢 我就是 進去就是 指定要找這一款 因為我覺得 它 裡面的這個 設計很好 我可以分門別類 像這個就可以 真的是放到 紙鈔 零錢卡片 我都不用擔心說 會放不下 什麼的 再來就是呢 它的設計很簡約 有一個可愛的Logo之外呢 它這個 零格紋 也是它的經典 所以 我那個時候 就是沒有思考 我進去我就是直接跟店員說我想要找這一款的黑色 就是耐搭好用 而且很耐看 下一個呢 也是一個 零錢包 是這個 這個是 Kath Kikson的 呃 以前 我有分享過 應該是 就是 我在外站的時候 會分享 What's in my bag 就是我在外站拿的包包 那些vlog裡面 你們可能會有看過 這是我以前比較常帶去外站用的一個 零錢包 原因是因為呢 它除了這邊 也是 拉鍊設計 容量也蠻大的 就是可以放零錢啊 放紙鈔 再來就是呢 它的背後有一個 放 車票的設計 那我以前在外站的時候 因為我都住飯店嘛 我就會把飯店的房卡 就是塞在裡面 這樣子 就是很方便 然後不怕弄丟 這樣 然後它的質量呢 是有一點點防水的 有看到嗎 對 我覺得這一點就是讓它變得更耐用吧 所以以前我在外站呢也很喜歡帶它出去 這個是我在倫敦的 恩 Gatwick機場買的 那個時候在特價好像才6塊英鎊吧 我就覺得很划算 接下來呢 是這一個 這一個 就是一個愛心的小小的 Pouch 就是一個零錢包 這個是 恩 贈品 這個是台灣有一個銀式的牌子 叫Lucy's 你們看到裡面有 這個Logo 對 某一年的時候情人節 如果你在那段期間 就是有去他們家買銀式的話 他會送一個這個 就是 贈品 這樣 很可愛是一個愛心的形狀 然後它完全打開呢 是這樣子的 對 我知道它的尺寸呢 你們看起來可能會覺得有點大 就是 大概是我一個手掌一樣大 但是呢 因為它很薄 然後 其實它放零錢真的很方便 因為它開口夠大 所以你進去找零錢啊 或是你把它這樣子 稍微 倒出來 你也不怕會弄得到處都是 它就會卡在它這個開口地方 所以我有一陣子也是蠻愛用它的 再來就是它有一個小小的 可以掛在手腕上的一個袋子嘛 所以之前就是去國外度假啊 或是 上班住飯店 下樓吃早餐什麼的 我就會帶它 就是把房卡啊 或是帶一點點零錢啊 卡片什麼的 然後我們例如說去吃 蜘蛛餐早餐什麼的 你不會想要把你的重要東西放在桌子上嘛 你就可以把它掛在手上 然後去拿早餐 這是我 之前很常很常用它的 一個場合這樣子 說了就有點傷心 因為現在真的就是沒有什麼機會 呃 去旅行了 好 接下來呢 是最後一個零錢包的分享 是這個 這個也是用了很多年 這個至少有用了 十年以上 就真的真的很耐用 呃 它是一個coach的零錢包的pouch 我喜歡的地方呢 是它這個設計很可愛 就是很復古的感覺 然後打開之後呢 我現在看到它真的是 先給你們看 使用了痕跡 它這個皮 有沒有 都已經有磨傷了 可是因為它還真的是很好用 所以我還是蠻常用它的 它打開之後呢 是兩層 然後一邊呢 是可以放卡的 然後另外一邊呢 就是一個 沒有夾層的一個空間 那其實它也是蠻薄身的 就是 你們看如果我什麼東西都不放的話 可是它的容量也是 非常非常大 就是 真的你要放什麼都可以有的時候 我甚至會 就是把鑰匙也放在裡面 就是非常非常實用的 一個零錢包 天啊 我現在看到這邊 我之前都沒有注意 but anyway 這不影響它的功能 我還是會繼續用它這樣 這個好像也是某一年生日的時候朋友送我的 對 以上呢就是我這次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手上所有的 卡夾 還有零錢包 這樣 總共有六款 有 便宜的 也有 高單價的 那你們如果 Follow我一定時間的話 就知道我沒有什麼 太大的 品牌 當然我也很珍惜一些奢侈品啊 但是如果是一個東西好用 它就算不是很大的名牌 我還是會 經常的使用它這樣 好久沒有就是 坐下來 然後跟大家分享 像這樣子的影片 我剛剛在拍的時候呢 是有一點緊張 就是一時之間 不知道要怎麼樣開場 因為最近拍的都是 Vlog比較多 那希望最後 剪出來 影片的完整度呢 大家還是會滿意 好 希望大家會喜歡 今天的影片 記得要去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個影片見 拜拜